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就像王一博一样 电影《肖生客的救赎》终有句话 You know some birds are not meant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你知道 有些鸟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 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出自1982年上映的这部电影里的这句话 用40年的实践证明了它成为经典的理由 有梦想的人,永远活着 再坚固的墙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 任何境遇对他们来说,都不是绝境 他们从不放弃,从不抱怨 只用最坚定的心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 安迪如此,王一博一如是 他经历过无人问津的日子 经历过被网爆的日子 经历过人潮汹涌的日子 而现在,是他不断打磨自己 正向巅峰攀登的日子 他说,我没想过要给你们看我有多认真 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他说,希望你们也能像我想做到的那样 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自己喜欢的事去努力 他说,别人帮你决定的东西 你都做得挺厉害的话 也会让别人心服口服的 他说,没做过不喜欢的事情 因为都拒绝了 他说,我只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 这个世界,能成功的人除了具有坚持 自律,热爱等等品质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的心性如何 心若是牢笼 则处处为牢笼要知道 自由不在外面 而在于要清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 能治愈自己的 只有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王毅伯数年如一日帝不断打磨自己 用耐心 恒心 汗水 实力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却又能不被外物所扰 继续潜心修炼 他的灵魂是自由的 他懂得如何与自己的灵魂相处 就像他一站出来 就让人在他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 就如安迪一样 有些鸟天生就不能被束缚 他们拒绝被环境所左右 即便是在人生的低谷 也不丧失人格的尊严与对自由的向往 忙着生还是忙着死 每天都有很多有待抉择的事情 而你的每个抉择 都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 任其剥夺你内在的自由 是否因自愿放弃尊严与自由 而沦为了境遇的玩物 我想 这与这与王一博所参演的 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中的蒋仙云一样 他举着火把回头一笑里 早已对此生有了决断 在王一博身上 护拽和谦卑 率美和实力就这样完美地结合了 贯穿在舒展流畅的舞姿里 惊心动魄的赛道上 风格迥异的歌声中 极尽贴合的角色里 清醒地认知让他进步 本真的态度让他踏实 舍我其谁的勇气 让他打破常规 这个九五后的少年 活成了多少人想成为 但又达不到的样子 所以才值得大家众星捧月 众望所归 人生就是这样吧 有苦难 有瓦解 有崩溃 有死亡 但同时也有春天 有新生 有生命应该苏醒 就是应该醒来 应该站起来 应该过新的生活 帕斯吉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而你 赫然成为了别人生命中的 一束光温暖 感动 治愈 王一博 未来可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